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乐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学了排序函数 那么PHP的数组的操作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类 就是对多个数组 或者单个数组进行拆分 合并分解以及组合 那这个呢 咱们需要几点刻的时间 咱们来讨论这个数组 也是咱们数组操作比较长度的一件函数 对吧 那咱先来看一下 如何拆分数组 就把一个数组拆掉 对不对 那首先看第一个 从数组里边取出一段 那我们来 生命一个数组 达书AR等于AR里外 这里边 比如说 写 A 写几个 就简单用字母了 AB C D E 是不是五个 对吧 然后我们从这里边 想取出哪一段 取出哪一段 就要它的一部分 这样是比较实用的 对不对 那么来看一下 所需要的函数是哪的呢 就是这个 看到了 把数字中的一部分去掉 怎么的 哎 不对 不是这个 应该是 这个 从数中取出一段 对不对 先看一下参数 第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要处理的数组 是引用的吗 不是 不是引用的 那么处理完之后 返回的数组 怎么的 是取出那一段 那原数组是不变的 对吧 然后第二个参数 看什么 根据这个和这个指定数组中的一段序列 那这话就是开始的 所以 第几个 对不对 这话是取多长 是不是这意思 那后边的参数呢 咱们再讨论 好吧 那咱先看一下这话 我现在面对你说 想取出必须得是连续的 不能挑着取 挑着取的话 那你得因为取得组合了 对吧 现在你想取哪一几段 取哪个 cd对不对 那他在这边参数 哪些是可选的 自以后 选两个 自以后 对不对 假如说我只指定一个参数 后边两个性不指定长度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我这话 使用用一个什么 新的数组 narr来接受一个 使用ary 下发线 sric 这个 将这个数度 对不对 刚才妹子说要取c和d 对不对 先看c的下标 所以是多少 012 对不对 那两个必须参数就可以 对吧 那现在取的 咱不是两个 对不对 我们答应一下 这个会是什么呢 nar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小心一下 是不是cde 也就是如果你只指定第二个参数了 就是从第二开始取 对不对 取几个呢 刚才妹子说cd 两个 对不对 嗯 那我这再床杆 那我们再来看结果 是不是就取出来了 对吧 当然了 这个值还支持负值 对吧 比如说 你看一下 我从负2开始取 负2开始取 取两个 什么是负2呢 负2 对 这是负1 这是负2 是吧 取两个 对 是不是负的是从负1开始 那我想还想达到妹子的 那个说法 的话 我就得从负3开始去 刚才说这是负1 这是负2 这是负3 对不对 取两个 你看 他支持负数 是不是cd就取出来了 嗯 那他也没有其他的方式呢 是不是他有第三个参数了 对吧 那看下第三个参数是干嘛的 找一下这里边的说明 这块 可以通过他设置为真值 来改变自己为什么呢 默认将重置数据的键 也就是 你看 我得到的数据 什么 贱值 是不是变成了0和1 对吧 cd这一块 现在 如果我这块 存一个 tioe真值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结果 原来的下标的指 2和3 是不是就保留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函数 从数度里边取一段 非常有用的一个函数 好吧 我们保存一下 那我们再来看 咱们介绍完了这个函数 对不对 对吧 那这个是干嘛的呢 是把数族的一部分去掉 或者是用并且可以用一些其他来代替的 对吧 看这个参数 我们在手车里找吧 那就是这个函数对不对 把数据一部分去掉 刚才是怎么的 取出一段的对不对 咱现在把国际要去掉 咱现在把国际要去掉 而且这个 你看一下 存的什么 是不是一个引用啊 对吧 是一个引用 那是不是就将元数族的东西去掉了呢 是不是元数族 那反过来的 那反过来的 是数族类型 那咱看一下 反过来的 是什么样的 对吧 再分别试一下 那这玩意识别是一片一样 也是一个长度 跟刚才那是不是都很像呢 对吧 我们来试一下 用PRID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元数族改变了 使用什么 到了会员 然后我在这画 看一下 使用 ARRAY 下方线 SPRIC 是不是用这个 将这个数度 如果我这画 存一个 2 A0 12 是不是从C开始啊 看一下 得到的数度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就像A和B 对吧 也就是从这个开始 后边全被删掉了 元数就被删掉了 对吧 嗯 那么 第三个参数 如果从2开始 我这会儿也写两个呢 对 是不是 把 原来是取出来 现在是删掉 跟刚才那函数照是什么 相反的对不对 那如果-2呢 取两个呢 -1 -3 -3 -1 -2 -3 两个 是不是跟刚才的结果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边也支持部数 对吧 那刚才咱们看到了这个手势的说明 说什么 把数字中一部分去掉 并用其他值代替 那怎么用其他值代替呢 怎么用其他值代替 你看 后边 这块是不是可以加一个数字的参数 对不对 那我不加数字参数 我加一个普通的参数 还可不可以呢 我加一个 比如说 哈喽 看下会有什么结果呢 对吧 把去掉的部分是不用哈喽来替代的 对吧 那如果这块是一个数组呢 里边有哈喽 有 WRLD 看一下 是把去掉的可以用一个值的也行 多个值的是别想 去掉的部分用你指定的值给替换掉 所以这个描述上是不写的很清楚了 把数字中一部分去掉 并用其他值代替 你可以去掉 也可以去掉车用别的值代替 替换 这就是这个行为用 也是一个比较有用的一个函数 对吧 其他的一些 大家就不用去详细的看了 因为咱们平时用的就这么多的是吧 那咱再来看一下 下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干嘛的呢 他创建了一个新的数字 用一个数字的值作为另外一个鉴名 另一个数字的值作为其值 这啥意思啊 它不是跟刚才的作用不一样了吧 刚才那两个函数都是从里边取出一段或者删除对不对啊 它是不是有点合并的意思了 对吧 它这种合并方法不是把两个数字往一块加长 它是什么呢 对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话我现在是二点 大家举个什么意思呢 我这话做一个 我这话做一个 一个速度 A-R-I-Y 我这里边声明的是 操作系统 web服务器 看到了吗 然后 还有什么 数据库 还有 Language R-A-N-G-U-A-G Language 对不对 这么几个 然后我在这话再声明一个速度 W-A-R-I-Y 操作系统比如说是 Linux 然后 web服务器 A-P-A A-P-A 行 然后 数据库 比如说 MySQL Language 语言 是PandP 是不是两个速度 没有 那这两个速度合并 之后 咱们只要看结果 看到 首先我们找到 这个函数在手册中的位置 对不对 你看到吗 在哪呢 这个对不对 看一看猜数 是不是数组 数组 反规的是排数数 对吧 反规来的是一个新数组 里边存的 A R A Y 相反性 C U M D N E 对不对 第一个数组 第二个数组 得到的结果 这个新数组 应该是什么样子 就是一个数组 的值作为下标 另外一个数组 的值作为值 把它们合到一起去了 就一个数组 作为下标 一个数组作为值 那理解这问题吧 只要他看一下结果 你就明白了 你看一下 现在是两个数组 对不对 是不是第一个参数的数组 作为下标 对吧 因为一个数组中元素 是由下标和值所成的 那一执行完这个的话 就把它们合在一起了 一个数组 的值作为下标 这个数作为值 也是比较有名的函数 对吧 现在有一个问题 如果这两个数不对 又可以怎么办 比如说 下边这个 当然你如果想下边 做下标的话 A和B的位置换一下 他就可以了 假如这块 再来一个什么 HTML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值又是什么情况 告诉我们一个警告 对吧 如果上边这个 怎么呢 多一个或者少一个 上面多一个 对吧 比如说TML 放在上面 我们看一下 结果又是什么呢 还是一个警告 对不对 所以说要这个函数要求的这两个数字 一个数得对应 那类型你做下标的是不是也得对应了 也得有整整形或者自乎算了 其他类型的是不是也不行了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合并的 对吧 好 这就干了 咱们就时间关系 咱们就先介绍三个函数 一个是取段的 一个是 对 去掉的 或并什么代替的 另外一个就是 把两个数字 一个作为下标 一个作为值 合到一起去的 对不对 所以他这里边名字说得很清楚了 创建一个数字 用一个数字的值作为下标 用另外一个数字作为值 合并在一起了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 咱们就就到这里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